觀光系活動組 大家好 我們是觀光系活動組 我們前陣子在IG上發了一個問答 希望大家可以回答我們觀光系旅運組的特製課程有哪些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答案 好 我印象中很多人都是留言盧建復老師的解說概論跟法規這兩課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影片的主題就是來採訪盧建復老師 關於他上課的課程內容 那我們一起看下去 好 我用模擬的方式讓你去了解 這個什麼叫 所以說這堂課有的要求 你要學十種蛙叫 十種鳥叫 這是我的要求 那你要參與 然後參與之後你就會 希望這堂課過的時候 你可以從裡面 你可以找一個主題來講 講台灣飛翅啊 講台灣蜜蜂等等之類的 所以大概就是演練 演練加上一些理論的基礎 我會有一個很有名的公聽會 就是讓大家各書幾件啊 可是盡量在法律相關的背景上去讓我去了解 可是我也跟同學講 你要讓這種課有趣 你要幫忙 所以我盡量講笑話 可是他們笑話講不下去的時候 同學也可以幫忙 所以我們公聽會就是讓大家抒發幾件 我就從我們公聽會發現 好像很多那種電視演員的那種訓練班 好像是從來可以出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是利用這種方式 讓那法規的法條能夠生活化 可以讓大家真的可以親自的體驗 了解說法其實是這麼活潑 但是我才能用到一個知識跟內容 我們說大罐酒 他的叫聲有點像這樣 我要弄看一下 歷史像這樣 大罐酒又叫蛇雕 他吃蛇 所以他的叫聲 有點像口哨的聲音 我就在徘徊在我們的大恩館外面的那種 就是教室外面 盤旋的聲音其實會蠻動聽的 所以這種叫聲 是我們在幾周概論會學的 學了之後 你發現會有用 因為你的耳朵開了 你的眼睛開了 你就開始會覺得 原來世界是這麼多的湖泊 你走到陽明山的步道 就會覺得很有趣 你朋友 他會覺得你好嗎 他會覺得很像 天啊 我會覺得他很像 你當然也是 不一樣 在你嗎 我會覺得很像